来自南方都市报报报 据法新社当地时间6月10号 第74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贾尼·穆罕默德·班迪 在联合国总部举行在线记者会 班迪宣布 由于爆发新冠疫情 今年的联合国大会将首度以虚拟会议方式举行 联合国大会仍将如期在9月22号至29号举行 但各国领袖将以预录形式发表演说 班迪表示 成员国必须在大会开始至少5天前 把总统、总理、政府部长或联合国大使的演说 寄给联合国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上个月已表示 由于爆发全球卫生危机 各国领袖不太可能如计划在9月会面